來吧,打新球很高興吧 很高興 那種興奮的感覺 把你的球拿起來吧,轉一轉 這個叫做,球到嗎? 有蛇 然後呢? 看他會不會有什麼名字 來吧 第一球又全倒 兩個人同時出走很危險 對,非常危險 球花,第一球的球花 有沒有什麼好介紹的 這個大小 這個大小算還OK 但是等一下要打完之後應該會變更大 因為它比較順 它現在只是還在當小 剛適應 我會不會吃到不定 身體的感覺 出去的時候吃到的力量很高 因為它的挖光還沒有成績 所以這一球我倒不錯 其實我現在眼睛完全看不到 我在打麻糬 一天我都有點近視了 現在在眼睛 看不到比較厲害 嗯 太浪費,我都打兩球 你都打一球 啊 你看第三球挖光這邊打 這好像有點太大吧 會不會太大 其實挖工大小沒關係 要你的輸手速 然後球會反一點 還有人說法是 你的圈速 如果挖工越大的話 你的圈速越慢 然後你的挖工 越小的話速度越快 確實是這樣 但是影迷速度特別好或不好 只有 比如說你挖工大 你感覺要用來什麼球道上 然後說不適合在什麼球道上 好來吧 這太霧了吧我眼睛 喔你真的 死尿多耶 真的太霧 以前打球也不見你戴眼鏡 以前打球也不見你戴眼鏡 三件一塊板 對吧三件一塊板 他的那個紀錄消掉 但是剛剛差不多 不知道為什麼他這個消得那麼快 他剛剛有看到但是沒有了 還是他還可以戴眼鏡 不對不對這不是你的 這是我的 這不是你的 喔 這是我的 OK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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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點厲害 三件一塊板 好我現在截圖的這一個 是 黃坤毅站到五號的這一球 而且他覺得很好 這一球應該是三件 沒有沒有沒有那個 兩塊板 左邊兩塊板 有沒有打完才講耶 有沒有這樣的 對啊兩塊板 要先講是不是 好 那現在就好 不要先講 因為我做不到 這要先講還不要先講 不要我做不到 現在是我的困難點喔 對對對 因為我還沒有找到一三 上一球季先生 拉多一點 這一球再調整一下 角度變大 真的很斜耶 不過這個 周圍的感覺很好 很久沒有這麼大的球尾了 欸有機會喔 打SOB 還不夠 還不夠 對啊 不過 跟我搶得差不多 我在想打三件 打三件 但是也打到點 對啊 花不出去 這樣掉了 沒有 這個是這種球的特色 拍不到 只有聲音而已 就以前的球啊 除了挖弓以外 其他部分 你只要打一陣子之後 它就會很長 然後只有挖弓是 亮亮的 六十五號 這球現在要三件 為什麼都是紀錄你的 RPM有四百多耶 這麼快 所以轉速太快 為什麼沒有我的 那個 有吧 entry board 還是差不多 不可能啊 我沒有那麼快 所以我剛剛打到三件 還進不去 所以我可能要打到 三件左邊兩塊板 喔 好斜耶 太夠 哎呀 我的直覺 可能 三件半 這球提早翻了喔 欸 醜醜的但是倒了 倒了 然後因為這兩球 都比較 薄一點 所以我調整一下 我往內第一塊板 站點 那半塊板 不好意思 再不統計我的 手要卸宅了 好 好 太多了 哈哈哈哈 這球不行啊 對 不行啊 他就倒了 因為翻手太慢 還是會因為有干擾嗎 對啊 有可能你打一球 然後因為那個 他沒有按照這個 順序 Finding center next to you 打頭圓 Botting center 二十九道 開始 好 開始囉 所以我剛剛倒了 打的是三件半 欸 換球喔 拿錯球 謝謝 謝謝不行 不應該提醒對手 三件半 大家倒得醜醜的 所以可能 要 對手 對手 好 熱一點 旁邊有干擾囉 這一球要考驗一下 極選手的 專注力 欸 專注力好像是不錯喔 第三啊 才很弱 但是這一球那個 手部動作 不太一樣 好 所以你想用力的時候 你的那個 屈膝就會 很嚴重 手的屈膝 手的屈膝啊 手的屈膝 就是因為 你會有點這樣子 你就會變 更 更嚴重 對我來講 我可能比沒有戴眼睛還難打 一點球 再一...半塊板 完蛋了 一三到四五號 一三到四五號 誒 有統計到我的數據了 誒 不錯喔 RBM 兩百五到三百 然後兩百七十五到三百 季選手這球會如何呢 又聽到主播在靠北了 我聽到喔 我拉到喔 誒 還不錯這球 因為上一球被你刀 指力不夠 所以這一球我有挖一下 對 我挖一下 那其實你越輕鬆 你一帶的那個力量會越大 誒 這一球是考驗喔 因為沒有最後 哎呀 有關勝負的 使出著手 瞄一下 我也要信 我也要信 我也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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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信了 誒 這個沒有剪接的喔 這是一鏡到底太厲害了 既然站點不行 那就 很好玩 所以統計的表格上面有一球是 左手的弧線 薄了 誒 這一球的手部有做調整 上揚沒有速度那麼快 所以要翻轉剛好 你的RPM真的是比較高 495耶 為什麼 轉得快吧 自轉吧 因為你的小圈阿 你的spinner是小圈的阿 阿 阿 這一球喔 打到Cross了 完全沒送到 很不好意思 各位觀眾有沒有注意到 他只要打到1、2 他的手就是提早翻 大家可能聽不懂提早翻的概念 對不對 就是你的內側的手掌面 已經提早 往 11點鐘方向 出手的時候 應該是要朝 12點鐘方向 好 對 這一球就對了 大家有沒有看到 那個轉速跟球速差很多 你看那張球速轉速差很多 是嗎 剛剛我演說要看數據 喔好 那你看一下 不能看感覺 好的 看一下 有差嗎 不是 他出不來 挺奇怪 沒有跳出來 那我要 他的紀錄還是在你上面那一球 那我要Double了 不好意思 我先走一步 薄薄的 還是太快 怎麼辦 新球耶 沒有還好啦 正常 因為以前的球都要超一下 不像現在的球是第三天 以前的球是笨三天 好 但是OK啦 因為整體那個手感很 現在只是差錯 再跟他熟悉一下 唉唷 經過多球修正的 紀先生 這一球應該會不錯 對啊 都被說 打到一個是提早翻 怎麼樣耶 寧可洗溝也不可以提早翻 不動如三的十號坪 但是還不錯 這球 兩次都用左手就有點心虛了 來啊 我不是 你再來啊 你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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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練過的好不好 沒有NG喔 不夠深 但是應該還可以 還可以 開車 還可以 欸你要不要練左手 我左手比較 姿勢比較漂亮 對 中規中矩 非常好 不會有其他奇奇怪怪的姿勢 對 現在試一下 這個打法 就是 不要轉那麼多 轉一半就好 依然是5號 好準啊 各位觀眾 因為沒辦法 沒有戴眼鏡沒辦法 調整得很準 只能大概 其實 如果一直站5號的話 有時候是自己的問題 因為你沒有打到5分之4 嗯 其實你的路線有點太行 所以你球 切下去的時候 那個母球就會推開 對啊 咬不夠 像這個時候其實應該要調整一下角度 對 我覺得可能 人往右邊站一點點 我等一下 大家可能直接打 中箭試試看 好 好 現在先看一下季先生 好 對 說別人我一直站10號屏 站10號屏呢 可能就是轉向不足 力道不夠 力道不夠的情況下 我可能往右邊 站 一塊半到兩塊板 但是不要讓他過頭 手的車員做少一點 直徑力強一點 直徑力強一點 是不是這樣 哇 你根本就叫客宿吧你 還差一點點 好 但是 他的10號屏不是直接命中 但是 6號屏下勾之後才摸到他 所以還是很危險 我還是再點調一下 我現在試著打中間看看 通常調整的一球是關鍵 如果打得好 可能就改變了 打不好 可能就會影響到自己 哇 不愧是世界級的選手 那 上次調整 大家有沒有看到那個角度 完全不一樣 所以基屏那個效果 完全不一樣 也沒有那麼好好不好 我覺得還差一點點 所以他的那個 8號屏 壓得有一點點不夠 但是 就跟你講的 像你剛才講的一樣 因為 我角度變了嘛 所以他的基屏 他不會馬上就退掉 嗯 他就有往前延伸的力量 好 所以我現在要拚Double 才有機會可以挑戰你 效果 我覺得可能要再多移一半塊板 才有辦法讓10號屏 比較準確的倒 一塊板好了 一塊板 手要多少 啊 沒做好 沒做好 那是吹得剛好 沒做好 不小心 不小心 沒關心 哎呀 壓力壓了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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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盲劍剑克 要被另外的盲劍克打 打敗了 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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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球太刻意 要 要秒點 太刻意 所以出手太慢 所以從15分的分差 現在少到一個Mark了 這球的角度剛好跟攝影機的角度完全一樣 可以看到直線的出手 慢慢找到這顆球的感覺了 那個花不太一樣 想法應該是對的 這就是剛剛出手不夠順暢 還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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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其實大家都會認為這好像運氣不好對不對 那其實不是 講解啊 繼續 這一球可以 有幾個原因 第一個是 你點沒有下主 那你就打到五分之一嘛 所以他沒有打是應該剛好 然後再來是 這一球 你的動作 旋拉沒有完整 所以他那個 手的力量沒有完全 給予那個球 百分之一百的 轉速跟前進 所以會佔那隻球 應該的 對 說得非常的好 因為我上一球 走出來太緊 這球 第一手的時候跳了一下 我也讓這球比較順暢 所以 出手是比較順的 但是 我的旋 那個旋拉的力量 比較少了一點點 所以他在轉彎的時候 有一點點打滑 他不是直接的 有一個轉折點 彎了就進去 他是有一點 邊彎邊往前 所以打到球平的時候 他沒有辦法往裡面切 對對 他會先往旁邊彈射 所以那隻不會中心 哇 六分 不太可能贏他了 所以大家不要認為這個運氣不好 然後就生氣 然後應該要先進的先接切 然後這個人要打雙手 欸 太扯了啦 人家誇張 我只能說 我只能說 這個人應該是 打特技球表演的冠軍 左手 雙手 零失誤 我這球想要改變一下 我的 球的 呃 應該是說 俗稱的連性跟退板 我剛才都一直打連性 我這球想要試一下 退板 然後打圓點子看看 現在看到我自己的紀錄了 我的RPM已經到了315 哇 也就是說 還沒有熱身 跟熱身之後的轉速 還是有一些差別的 大家有看到那個退板的感覺 除了退板之外 還有一點點風箏的感覺 因為要退板 因為我打圓點 其實打退板或進板都沒有差 靠 這時候我覺得 需要加局 好啊 要再PK一局吧 好啊 就好可怕 謝謝你 那時候 你呢 在那時候 你也沒想過